好 不過黃世民我覺得你也不用太擔心 我幫他算一算 最高你也只不過關12年而已 對 12年 6年就可以假釋了 對啊 不用太擔心嘛 你們怎麼都沒有人笑一下 馬英九也會關 對 這個部分 如果他也有刑事責任 對對對 那他也是2430下去徒刑 最終也是6年 沒有啊 那所以他如果真的關的話 也跟阿扁同時出獄囉 他可能還有其他的 這個都是保守估計是目前已經有的資料 但是你還沒細查 你不知道他整個過程裡面 有幾次泄密 幾次檢停 但是目前他們已經承認 他這一條洗錢罪 財產來有貨民罪 台北市市長的時候 他也是錢不清不楚啊 我剛才講的一半 剛剛被政府已經打斷了 那很重要啊 可以再關他6年了 哪一個是 他當市長的時候 他特別費還加錢 每個月都存20到40萬 那這個市長比較好看 這個是訪問所有的國民黨 不是所有啦 這個全部都是國民黨立委訪問的 這些人全部都叫黃世民要下台 民進黨就更不用講 親民黨也不用講 那就超過一半了 就超過一半了嘛 因為 總統提名 46席再加這裡就12個人了嘛 就58了 58就超過一半了嘛 已經過半了 所以黃世民看起來下台是 特徵主委一定會廢掉啦 好 沒關係 因為我看蘋果日報的民調是 69%的人要黃世民下台嘛 只有28%的人說不用嘛 也就是說 現在全民叫黃世民下台 已經成為一種氛圍了 好 那馬英九有可能給我來嗎 我看起來 要補 要補 因為其實照電影剛剛那個講 其實 在某種程度上 至少就洩密這件事情上 黃世民跟馬英九其實是共產結構的 馬英九今天要負擔一個風險 今天你是黃世民我是馬英九 我叫你落台 不然你把我加出來 你萬一把我咬出來怎麼辦 那馬英九也完蛋啊 所以他現在一定 我覺得馬英九現在應該會保住黃世民 然後去硬拗過去 所以你看兩件事情的態度很有趣 對王金平是 9月6號開記者會 然後當天曾永夫說不下台 第一早上他說 我又沒做錯事 我為什麼要下台 後來這個小強打電話給曾永夫說 你不下台我們就自己處理 我們就來處理 這陳其邁講的 曾永夫下台了 然後陪上一個高檢署檢察長陳熟華 再加一個高檢署檢察官林秀桃 然後9月8號馬英九開記者會 開始準備要幹掉王金平 隔沒幾天王金平回國 隔天這個考計會開除王金平 短短五六天之內 該殺的全殺光了 手段多明快 黃世民這個是證據明確 特徵組監聽立法院總機 這是已經證明是事實 他自己也承認了 對已經是事實了 可是你現在有沒有看過馬英九出來講話 大是大非 沒有耶 這個沒有是非耶 這個反正就是派李嘉飛出來講說 我們這個總統的司法紅線 我們確實我們堅持 不能有濫權監聽 有非法監聽 沒有錯啦 可能沒有非法監聽 但是他是用合法掩護非法 這個問題是 我們大概是不是要去追求 發監聽票的法院 這個法官也該死 不是嘛 這種監聽票都可以准 就是我們除了說 因為法務部可以講 我是合法申請監聽票的 問題是發監聽票他有什麼基準 還是只要是你特徵組來要求開監聽票 我通通給 不然怎麼會一年 這個他為什麼要把097後這個錄音檔把它消失掉 因為事情很大條 我也是當事人的 太多人 你也在中心會館 我當事人 你有錄到我下嗎 我到底是什麼案 你讓我監聽 因為這支電話你錄到那會錄到我 錄到我辦公室所有的助理 我打出去的每一支電話 但是他真的要錄到老科辦公室 不是在中心大樓 但是幾個系統如果滿的時候 會公用 一同來同去 所以整個你以為幾乎全部 就是全部被監聽 所以你如果講這個 可是畫量這麼大 技術上可行嗎 這個就是我現在要告訴你們說 有去看過嘛 你們沒有去看過嘛 我告訴你 叼早講 他的錄音室裡面 每一個監聽器 薄薄而已 賣我們DVD 薄薄一片可以錄到900支 掛900支電話 900線 這薄薄影片 而且好多喔 錄完之後底下樓下大概有50個小姐 50個小姐都坐在那邊一直聽 然後立即犯罪的會在旁邊 有刑事局的 有那個討貪 台北縣警察局的 都在那邊也可以在聽 立即犯罪的 立即在那邊 然後這個有關鍵字 關鍵字 譬如我說給你聽 要錄一個人 要說錢 譬如你說錢 錢 蠻人 錢 筆仔 蠱蠱蠱蠱 類似 就是我們台灣人 筆仔是什麼 筆仔就是錢 蠱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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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案件 有關鍵字 這個保分 不是 他全部錄 你24小時就全部錄 只是他 那個底下有四個小姐 就拉這些出來聽 聽這個部分 他不是24小時都在你聽 有關鍵字的保分 他會在你聽 所以有可能 我也叫他錄他 你也錄我 所以他這次在掛線 總農嘛 對 委員講到監聽 這邊有很多朋友 大概講一個內幕 調查局 我剛才講了這四個 調查局 刑事局 還有軍情局 還有海軍署 他是司法警察身份 所以他一切要照規矩來 他不可能秘密的去 偷偷的去監聽蔡委員 他必須要有法官的監聽票 只是這個監聽票 到底這個法官是不是笨蛋 有沒有智慧 那就回到年旺兄的論點 但是他們必須照規矩來 我跟你說 不照規矩來的 我這邊就直接告訴你 就是國防部的軍事安全總隊 這不需要照規矩來的 這單位到底什麼單位啊 就是以前的反情報總隊 我們講的腰動腰 早期的警備總部 警備總部沒了 變成反情報總隊 反正要怎麼沒了 現在變成國防部軍事安全總隊 前幾個月他們才辦了一個答案 說那時候高華柱 還在幹國防部長的時候 他下面竟然有個將領 只要上面長官不在 就偷偷跑去跟銀行的女經理上賓館 你知道誰把他揪出來了嗎 國防部軍事安全總隊 如果今天我是執政黨 我要對蔡皇朗委員 這個人做一個不法監聽 我不會笨到去用調查局 或刑事局 我用這個單位的 我當然就用這個單位的 比方說像之前 不是國防部被罵亂七八糟嗎 而且總統他也可以 直接跟總統報告的 對不對 對 他由參謀本部的情報次長 直接管轄 那這裡頭 他能不能像明程組報告的話 那我就不曉得 但是他們自己的默契 這樣子蔡委員的整個監聽 就由我來掌控 觀眾朋友 那這些監聽設備 到底是誰在研發 國內當然有很多可能是仰賴進口的 但是國安局有專門在研發 國安局本身不管監聽的 他在研發這些設備 然後再交給這些人 好啦 那因為講到監聽 你知道我們所有的手機 我們的手機明明就是跟民間業者 在通訊嘛 那為什麼會被他們攔截到 因為民間的這些通訊 這些電信業者 他們會拉專線 直接拉到 我記得叫T1專線 直接拉到 比方說調查局 剛剛委員介紹的那個機房 然後他就在 還有像行事局的話 我記得好像是設在保一 還是哪 保一的樣子 就在那邊聽 聽 然後聽到的話 或者是像我們這次比較特別 就是說我們國家給這些通訊業者 排照的合約綁的約裡面 就規定一條 一定要配合就是這個 沒有錯 他是分系統商 比如說以我們現在行動電話 有幾家嘛 比如說中華電信、遠傳、台特大、威寶、亞太 還有大眾 他是分三家是由刑事局監聽 三家是由調查局監聽 我們政府 對不起 可能蔡委員沒注意 我們政府要編預算給這些 這些業者 所以他才提 才有義務才提供這東西 那我繼續講 因為觀眾朋友 你們都擔心被監聽嗎 如果他在監聽你的時候 因為他的那種技術 剛剛委員已經介紹了 這是電腦的 24小時電腦在監聽 他的技術已經高到什麼 我這邊要破除很多的謠言 你說像有的媒體工作者 常常講說 我懷疑我電話被監聽 因為一接起來就掛 你根本不會知道你被監聽 什麼有嘟嘟聲 然後有回音 我跟你講手機都有反回音裝置 你要是有回音 反回音設備可能壞了 你要去修一下 然後什麼怎樣怎樣 我告訴各位 哪有這麼遜啊 要是監聽你的人 都沒有感覺 沒有感覺 你不會知道你被監聽 他講的話就有真實性 你不會有感覺的 第二個呢 就是 網路還有一些謠言 你現在把手機拿起來 播126 126是什麼號碼 是個空號 你播這個空號 如果他說 對不起 您播的電話號碼是個空號 恭喜你沒有監聽 趕快播 我要現在馬上播嗎 OK 那我現在馬上播 來 這個是真的假的呢 這是個謠言嗎 我現在播126 你播的號碼是空號 我沒有被監聽嘛 聽你要幹嘛 應該每個人播都是空號吧 你再播出來126 是不是空號 你說你有被監聽 來我來播看看 OK你來播看看 我們是被監聽長大的啦 好來你播看看 這個網路有很多消息 我們兩個都沒有被監聽 那我們兩個就很沒有身價 你知道嗎 這樣我們又怎麼問 但是我跟各位講 這是個謠言 我直接在12年前 我就問過中華電信的工程師 他告訴我 你播過去如果說 他說這個對不起 你播的是空號 就代表你被監聽 那如果播的是嘟嘟嘟通話中 就代表完了你被監聽 他說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我用很白話的講 就是你播過去 本來就應該說這是空號 因為他本來就是空號 如果通話中的話 代表他有時候是陷入繁忙 導致他沒有幫我一直辨別等等這樣 第二個 又要破除網路謠言 就是拿自己的手機 播自己的門號 好我現在要播囉 一定是通話中的聲音嘛 播自己的門號一定是通話中的聲音 你說是這樣嗎 對 戰線的聲音 你說是這樣嗎 對啊 我播我自己嘛 那製作單位到時候方便把我號碼 等一下等一下 因為 你要用擴音出來 敬語音信箱啊 欸 敬語音信箱對不對 我用我自己的手機 播自己的號碼 敬語音信箱 恭喜我沒有被監聽 但如果是年晃兄講的嘟嘟嘟 通話中 被監聽 沒有 看你有沒有開語音信箱 因為有些人沒開語音信箱 他就會出現戰線的聲音 你也是幾百年級跟我逢人說沒有這回事 好啦 我要先破除這些謠言 就是要告訴觀眾朋友 你真的手機被監聽 你什麼都不知道 你什麼都不會知道 因為他們用的那種高科技技術高主抗 是一般你電話線錄的那個 一二十倍的主抗 你根本不會知道 你不是叫我要download一個軟體 這個軟體也是一種監視監聽 剛剛委員就受害了 我下一節公布給大家看 好 來我們先休息一下 目前全市局都開過雅八萬會監聽車 那個根本連掛線都沒有 快看